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能力 一定对图形非常的敏感 好吗 不着急做 我们先来看一看 来吧 分析 审计要点 图形的偏和问题 注意了 在这儿啊 乐乐老师有一个分析的小提示 请看这里 只需要最大程度覆盖原图形 咱们就能把本题搞定了 好吗 来 时间交给大家了 请大家暂停视频键 咱们比一比 看谁做的又对又快 做完了吗 哇 好厉害的啊 那接下来呀 跟着乐乐老师共同来看看 注意了 我会发现呀 图一当然是由三部分组成 对吗 好 那在这儿啊 我会先找一找这个图当中呀 这覆盖面挺大的图 没错吧 我会发现二三这两块挺大的 来找一找这下边有没有啊 有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二这个图 没错吧 那这个就是谁呀 哇 就是四号了 那最上面的那个小的三角形这里面是谁 找到它是不是就是一号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连一连线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对吧 OK 继续往下走 来看图二 那图二注意了 很显然这上边有一个大的 这叫什么三角形 看到了这儿有个直角 对吧 哎 直角三角形 请你注意了 这很显然就是谁呀 就是三号 对吗 那下边这是一个怎么样啊 哦 注意了 哦 注意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梯形了 对吗 那我们找找看 是谁呀 当然就是四号了 所以 连好它 三和四 好吗 再往下走 再接再厉 准备了 来看一看图三 图三怎样了 我会发现呀 这最下边是一个什么形呀 这个 这个可是一个梯形 而且挺特殊的 直角梯形吧 对吗 来 标好它 这里就是五了 那最上面的那个小的三角形是谁呢 等大家眼睛长一长 当然是一 对不对 好 我把一标好 那连一连线 完了 本题搞定了 来看一看答案 同学们 你做的跟乐老师的答案是否是一样的呢 如果是一样的 赶紧呱唧呱唧 给自己一点掌声 那接下来呀 我们来让它拼一拼 准备了 好 第一幅图 一 二 四 拼好了 再往下 图二 三 四 拼完了 再往下 请你注意了 一跟五 刚好拼出来 对吗 好 像这样的问题呀 我们小朋友只需要记住 咱们呀 要朝着目标去走 最大限度的把原图覆盖住 本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下面共同来看一下拓展题目 聪明的小朋友 请你根据下面的要求 动手拼一拼 来 共同看一看第一道小题 用下图同样大小的三个等边三角形 拼成一座梯形 注意了 我们小朋友呀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平面图形 对不对 那么 接下来 给了咱们三个等边三角形 如何拼一个梯形呢 你会做吗 暂停视频键 来尝试一下 好了 同学们 你们想到了吗 哎哟 有同学就会想 乐老师 这可如何去拼呢 好 在这儿 审题要点来看看 有关于图形的拼合 我们如何来做此类问题呢 此路分析 注意了 哎 找一找特殊的位置就可以了 要想拼成梯形 宝贝们 老师随便来画 我们知道梯形怎么样啊 它的特征是 有一组对边是平行的 对吗 那另外一组怎么样啊 哎 不是平行的 接下来呀 我就得想一想 注意了 那你说这一道小题 我会发现这俩挨在一块 是不是跟梯形挺近的 对吧 那当然 还需要有另外一条平行边吧 怎么办呢 想到了没 好了 现在呀 乐老师 我也把这几个三角形带来了 请看这里 找到特殊的位置 请看 哎 你会发现这下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条直线了 对吧 那接下来 这个洞边三角形如何去放呢 哎呦 太聪明了 倒着一放你会发现怎么样了 严丝合份的 注意了 而且我们拼成的还是和这两边是不是相等啊 对吧 这是个什么提醒呀 洞腰提醒 真棒 有一些小朋友 基础知识非常的牢固 好了 你学会了吗 来 看一看啊 准备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好的 注意 解题过程 哦 你看 刚好拼出来了 注意了 这一组对边可是平行的 没错吧 好 这个说完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 好吗 好 走着 接下来 用两个同样大小的直角三角形 那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哇 这个如何去做呢 来 给你一点时间 自己还是先动动脑筋来想一想 然后把拼好的那个平行四边形 咱干脆给它画出来 好吗 哎 当然是可以的 对不对 好了 同学们 暂停视频界 交给你了 搞定了吗 哇 注意了 我们在想这样问题的时候呀 请你注意 身体要点又是图形的偏和 思路分析 老师刚说过 咱们得找找特殊的位置 对吧 我们知道平行四边形怎么样了 哎 有两组平行线 对吗 而且我们知道对边平行且相等 非常好 由于人家给我的是两个同样大小的直角三角形 乐乐老师呢 我也带来了 哦 在这儿呢 看到了没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就得要试一试了啊 我们知道一个直角三角形有这样的短的直角边 对不对 这儿还有一条长的直角边 那这条边我们管它叫做斜边 没错 下面呀 我们说了 要想拼成平行四边形 请你注意了 乐乐老师我会这样去拼 长边对长边 短边对短边 中长边对中长边 什么意思呀 你看看啊 我们先来短边对短边 好吗 好 这样拼 很显然这是个三角形 对吧 那接下来非常好翻个个 哇 这样一拼你会发现 是不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且相等 一个平行四边形搞定了 没错吧 这叫短边对短边 再来长边对长边 这个斜边是不是最长的 对吧 好 对长 请问这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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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怎么办 翻过来对吧 好啦 你看一看 我翻过来以后我一拼 有的宝贝说 老师这可是长方形呀 那长方形是不是平行四边形呀 当然也是啊 你看一看 是不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且相等 ok 当然是可以的 对不对 好啦 那么接下来改中长边对中长边了 我们来尝试一下 这样平行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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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 下面怎么办 大声告诉我 非常好 翻个个 对吗 好啦 我会发现 哎 这样是不是又一个平行四边形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几种拼法 期望你要牢记 来 共同来看一下电子版的拼法 准备啦 节地过程 拼法一 这叫短边对短边 再来 拼法二 这个叫做中长边对中长边 当然了 乐老师刚才所说的 哎 你别忘了 这个拼法三 它也是平行四边形 听明白啦 好 这道小题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使老师点睛共同来瞧瞧 图形的偏合 图形的偏合 请你注意了 我们可以找一找特殊的位置 什么是特殊的位置呢 比如说直角 比如说平行间 你学会了吗 开心可见 乌鸦兄弟 乌鸦兄弟俩同住在一个窝里 有一天窝破了一个洞 大乌鸦想老二会去修的 小乌鸦想老大会去修的 结果谁也没有去修 后来洞越来越来越大了 大乌鸦想 这一下老二一定会去修了 这一下老二一定会去修了 难道窝这样破了 它还能住吗 小乌鸦想 这一下老大一定会去修了 难道窝破成这样 它还能住吗 结果又是谁也没有去修 一直到了寒冷的冬天 西北风呼呼的刮着 大雪纷纷的飘着 乌鸦兄弟俩都传缩在破窝里 哆嗦的叫着 冷啊冷啊 大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二一定耐不住 他会去修了 小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大还耐得住吗 他一定会去修了 可是谁也没有动手 只是把身子蜷缩得更紧了 风越刮越凶 雪越下越大 结果窝被吹到地上 两只乌鸦都冻僵了 电脑前的小朋友们 听了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启发吗 请把你的想法赶紧呀 告诉乐乐老师吧 我在群里等着你呀 乐乐老师答疑互动群 秦号11093361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